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今天我们圣灵刚临期 第25主日 我们今天是祖土崇拜 下个星期就是圣餐崇拜 也预备我们新案纳的牧师 准备第一次的圣餐 所以希望大家下个星期都可以来参与 但是在那个之前我预先宣布 就是星期六的早上 在省的我们的大教堂 那里是举行安立的典礼 邀请大家一起出席 言赞未归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 言赞未归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 阿们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 就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赏免我们的罪 使剩我们一切的不宜 所以 让我们一同以真诚和信心 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一同认罪 最前必的上帝 我们承认在思想上 言语和行为上 常常得罪了你 应做的不做 不应做的反对做 我们没有尽心爱你 也没有爱人如己 现在我们痛心冒悔 求你联邻我们 为了圣子耶稣基督 遥孙我们的以往 辅助我们的现在 引导我们的将来 臣我们乐意遵行你的旨意 归荣耀给你的声明 阿们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 就是那个义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不单是为我们的罪 亦是普天下人的罪 约翰一书第二章一至二节 请起了 阿们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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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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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祷祷 祈祷祷祷 祈祷祷祷祷 祈祷祷祷祷祷祷祷 祈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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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 又是唱我们刚才那首歌 《恩典太美丽》 但这首歌可能比较rock一些 大家有心理准备 如果懂唱的 大家懂唱的 那我们一起唱了 拍比较快些 祝天同聚于主圣殿 来宿说我主恩殿 祂已盛名来使我圆存 来使我两眼重见光线 夜天同聚于主圣殿 来宿说我主恩殿 他自盼望重生的全愿 还给我勇气 面对挑战 天太美丽 无什么可取体 唯求将心全然吸着 来将显恶与爱多珍贵 终生爱神 倾心倾意爱别人 才个心灵没有枉坏 好了,现在就开始儿童主日节的时间了 好 如果有一个新的婴儿 准备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准备些什么呢 如果你有一个新的 假设你很幸运 或者很不幸运 有一个新的弟弟 或者新的奴 你会问他准备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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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一个新的弟弟 新的联会的时候 你会问他准备些什么呢 准备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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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听 你快到了我们这个世上的时候 我为你准备些什么呢 刚才我们准备了一个很好玩的 现在已经生气了 不如你讲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他难听 他难听 他难听了 他难听了 你会问他 他呢 有些音乐 他会转的 他会转的 你小时候很喜欢看这些音乐 当你一吵的时候 那些音乐就会听到你的音 他会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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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喜欢看他的 但是呢 现在呢 这棵树已经连事已高了 那你本位是你的弟弟 或者你的妹妹 准备些什么呢 会不会准备一拨的 那些东西给他呢 他会 都会啦 反正你都玩不了 那除了准备玩具之外呢 我们亦都为你准备了很漂亮的衣服 这件衣服真的很漂亮 我准备了很漂亮的衣服 那你可以呢 那你可以呢 为他准备给你一个小孩的衣服 那我想问大家 那就是 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 神再贴一个女儿给你 哈哈哈哈 因为神职来的 哈哈哈哈 那你会为他准备些什么呢 我以为你准备 我以为你准备了一个舒适的环境 是吧 好了 你准备了你的环境 那除了准备之外 你还不可能会帮他改个名字 喂 如果你有个弟弟 或者弟弟 你想找个名字 是 哈哈哈哈 叫什么名字 那你叫Adan 那他当然叫Bdan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成人拜登 那我们都很快要准备一个名字 那不如说一下 我为你准备了一个什么名字 首先 有没有人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你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小小 大小小 大小小 Adan 中文名字叫什么名字 李斌惠 是的 你叫李斌惠 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你叫李斌惠 你叫李斌惠 哈哈哈哈 那为什么你叫李 不是叫杀 不是叫文 不是叫文 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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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中文是甚麼名字 中文是甚麼名字 李崩維 為甚麼你叫做崩維呢 其實李崩維是有首詩的 你也不記得 是有首詩的 是出自於不知哪裏的 如果我有個招勻 真是不記得 真是很重要的 仲憂游以崩維 仲憂游以崩維 真是崩維 論丁明治朗暢 雖然你有個弟弟的話 他叫做朗暢 好像應該叫做朗暢 我留下這個機會去選你 可以考慮一下叫做朗暢 那崩維又是甚麼意思 崩維又是甚麼意思 崩維又是 崩維又是 其實不是的 是帶著一個魂彩很豐富的人 那我聽過你們的朋友 那大家為你們的孩子 有一個愛人 你為你們的女生 有甚麼意思 我自己說 我自己問你 美人的女生 你叫做朗暢 是 不正 也不正 而我以為人 很高 所以沒有太由來 是 我以為說你 要問你 為甚麼 對 尤其 就是 我 你不太いう 彭虹也最好問的 阿包 是啊 你想問誰 為何他為了說這個 不會有這麼特別的意思呢 是啊 其實我們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去準備一個新英姊誠的時候 為他改名 為他準備了很多東西 我們一會兒 跟詞文書學的時候 就會看 安排了兩個英年 他們怎麽可以透過英年 傳這個很特別的信息給我們世人 在我們接觸而逐步 學習之前有一個簡單的寶寶 因為主人 多謝給我們 終於有好的精氣 有好的地方可以進行政辦 稍後我們有清道 廣道 也就有自由的時間 給我們有心去靈性利的學理的話 簡單變成寶寶 主人 都經歷了 現在是我們代討的時間 請我們一起低頭同心討告 首先我們要為我們教友之中 有身體不適欠安的人討告 這裡我們為Cherry一家 和她的寶寶也都獻上我們的討告 求主你親自眷顧 如果他們有身體不適的 或者有其他不是那麼好的狀況 求主你眷顧 求主你醫治 求主你保守 我們要為了準備要有新一學年開始的學生 所有人來討告 他們為了要應付學校的生活 和有新的功課的挑戰 求主你一一的拖大 讓他們每一位在學的 都能夠享受在學習的環境之中的愉快 我們要為我們的教會討告 求主親自作供 使我們能夠接觸到每一個務道的 或者對福音有興趣的人 我們能夠有足夠的人 有足夠的時間 有足夠的機會向他們宣講福音 我們要為整體聖多馬堂的所有事工來祈禱 特別我們知道在不同的堂會之中有不同的需要 我們知道華語堂有極大的需要在兒童、青少年事工方面的發展 我們求主動用一切所有能夠動用的人員以及資源 希望能夠使用這件事工可以得成 也都希望無論我們用什麼的安排 都能夠對各項的事工都有幫助、有盡力 求主紀念我們的需要 也都為我們所需要的地方打開可行的道路 希望我們每一個人能夠同心協力 在主眷顧之下 我們做我們所需要的興旺福音的事 我們特別是要為整體教會來討告 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盡力地行 希望我們的教會得興旺 我們要為我們身處的社區來討告 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社區、有不同的需要 但求主感動我們每個人都在我們社區之中能夠服侍我們的鄰居 也都希望我們能夠用我們的善行、感動有需要的人 希望他們能夠認識主的教會、主的爭利 求主使我們每一個在我們工作崗位上見證主的人 希望我們能夠有主所賜的勇氣、主所賜給我們的靈力 希望我們能夠敢於面對 特別在世上有很多不同的學說、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挑戰的時候 希望我們能夠懂得從聖經裡面發掘 希望我們能夠不單止自己在信仰上能夠保持 也能夠解釋給其他人 他們不明白聖經道理的 希望我們能夠在學習聖經的過程之中 也都能夠向他們傳達 我們要為我們的國家、政府祈禱 求主感動有屬於你真理的人 能夠參與政府的工作 使到主的真理能夠彰顯 也都希望求主能夠感動所有執政掌權的人 使他們能夠明白事理 能夠賞善佛樂 也都能夠用主的角度去衡量這個世界 我們特別為了在世上有很多戰爭和患的地方 最近也都有很多災禍、地震的地方來祷告 我們知道我們處於這個世界 不是一個和平美善的世界 有很多地方是有各種不同的利益、紛爭、有很多仇恨 他們用各種的理由去互相殘殺 我們知道這所有東西都不符合你主你的希望 主你希望世人互相相處和平 但是世人卻因為各種不同的理由去仇恨、被此仇殺 我們在這裡為了所有受戰爭、傷害的人 我們向主祈禱 向主你能夠猜派有愛心的人去眷顧、去援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們知道這不是一個容易的處境 非常艱難 也有很多人是冒著生命的危險去進入戰區 私行救援 我們知道主你知道的 你親自會賞賜 也都親自會保守 求主你繼續感動所有有認識的人 能夠向著這個目標來進行 不畏懼這個強權 也都不畏懼艱險 我們盼望所有世界的領袖都能夠冷靜下來 在合適的環境之下 來商討共同的對策 使得世界可以在一個有限到和平的情況之下 向前邁進 我們也要記顧世界上有各種不同的需要 特別在生活上、在經濟上、在各種物資上有需要的人 就由我們的輪廈開始 求主感到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使我們 貢獻我們可貢獻出來的力量 而不是一支多餘的施捨 我們需要盼望每一個人的合作及努力 我們不完全地討告在此向主獻上 求主親自接納祝福 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命而求 我們救主耶穌基督曾經教導我們用主討文討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 如你的名地尊為聖 如你的國降臨 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天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許我們意見是淡 拯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並榮耀 傳善你的直到榮原 對 現在讀經時間 今天第一次的經課 記載在《歷代之下》第32章1-8字 今天第一次的經課是記載在《歷代之下》第32章1-8字 今天第一次的經課是記載在《歷代之下》第32章1-8字 在這詩《虔誠的事》以後 阿瑞王、西拿基納來侵犯猶大 遺困堅固成 想要攻破他們 欺世家見西拿基納來 定要要攻打耶路撒冷 就與領袖和勇士相倚 塞住城外的全員 他們都幫助他 於是許多百姓聚集 塞住一輩全員 以及國中流通的小河說 雅術諸王來 為何讓他們得著許多水呢 欺世家奮勇自強 收足所有毀壞的城牆 升高成流 又在城外足另一片城牆 堅固大衛城的米羅 製造許多兵器和盾牌 他設立軍事將領管理百姓 召集他們在城門的廣場 勉勵他們說 你們當剛強壯膽 不要因瓦術王和跟隨他的大軍 恐懼驚慌 因為與我們同在的 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大 與他們同在的是血肉之鼻 但與我們同在的是耶和華 我們的上帝 他便幫助我們為我們爭戰 百姓憂猶太王A世家的話 便得到鼓勵 第一次經過讀筆 這次上主的道 第二次經過在哥林多後書十一章三十節 第二次經過在哥林多後書十一章三十節 那永遠可清眾之主耶穌的父上帝 知道我不說謊 在大馬士甲的阿里達王手下的提督 把守大馬士甲要捉拿我 我被人用鱗子從城牆上的槍聚下 逃脫了他的手 雖然我自誇無益 我還是不得不誇 我現在要提到主的意象和啟示 我認識一個在基督裡的人 他在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 或在身內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我認識的這樣的一個人 或在身內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他被提到樂園裡 聽見隱約的言語 是人不可說的 為這人我要誇口 但是為我自己 除了我的軟弱意外 我並不誇口 就是我願意誇口也不算狂 因為我會說實話 只是我絕不談 恐怕有人把我看得太高了 過於他在我身上所看見所聽見的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太高深 過於高抬自己 所以一根次加在我身上 就是撒旦的差遣來折磨我 免得我過於高抬自己 為了這事 我曾三次求主 使這根次離開我 他對我說 我的恩典是夠利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歡誇耀自己的軟弱 好使基督的能力保佑我 為基督的緣故 我以軟弱 凌辱 艱難 迫害 困苦 為可喜樂的事 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什麼時候軟弱 什麼時候就剛強了 第二節經課讀不 這是上主的道 大師兄姊妹平安 我不知道你對成功這個字 肯定是有一個定義的 我們都很喜歡一個成功的人生 我們都很希望我們的福音 能夠傳到每一個人的全世界去 但是人家都會把福音和成功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如果你不解決這個成功的定義的話 你傳福音 不多不覺你都會說到 不知道去到哪裡 當我們說上帝的音怎麼夠用啊 在你的生命中你會如何去表達 在你的生命見證裡面 你怎麼去說呢 我們聽了這句話說了很多次 或者是我們都知道的了 我們要傳福音 一會兒跟人家說 上帝的音怎麼夠用啊 當他遇到困難一會兒 你跟人家說上帝的音怎麼夠用 你怎麼跟他講呢 是不是因為你為我討告 或者是我信了耶穌 我的問題就解決了呢 這個夠用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不是在我的生活每一個情面上都夠用啊 或者只是在某一方面的 比如說我心裡面很有平安 所以我們會將它分隔 或者是說我現在來講兩個的例子 比如說有一個人去討告上帝 那後期說 哇!上帝終於答應我的討告了 終於成就我長期以來的一個祈求 或者我又分享另一個見證 有一天我開車退後 那時候我入錯牙 不是說我牙 我是表達而已 結果一踩油就向前走 我不是向後的 感謝主啊 幸好那時候雖然是一個繁忙的時間 沒有車經過 所以只是有驚無險 另一個例子呢 都是討告 唉 我討告了幾十年了 或者十幾年了 却沒有見過任何的成就 我覺得我很累啊 那時候我會這樣想 是不是上帝特別針對我啊 他不愛我啊 為什麼他聽我朋友的討告 不聽我的討告呢 或者是我又講另一個見證 哎呀!今天感覺真是難過 我們開車要退後的時候 我入瓦 入錯瓦 踩油的時候就向前走 說一撞 欸!現在十一點多沒有車的 半夜 為什麼突然間有同車走出來 那我撞到難了 那不單止我要浪費錢 來收我自己的車 連他的車我都要去賠償 親愛的姐妹 大兄姐妹 不好意思啊 大兄沒有說到 這些事情 不是因為我們 是不是基督徒 就可以避免的 在我們中間 有時候我們討告所盼望的事 可能還未實現 或者我們可能面對 面對著不幸的一個意外 這個時候 那些信心不成熟的基督徒 就可能很容易地獻入魔鬼的試探 他們的信心 不是單止受到考驗 而是獻入了一個不能自白的一個漩渦中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例子呢 因為保羅他本身 被人是用這樣的眼光來看的 保羅當時在哥林多教會 建立這個教會的時候 他的回眾受到一些假仕途的影響 而對這個成功這個字 或者對恩典這個字 產生了自己的一個標準 今天我們回到哥林多侯書的講道系列 要看保羅這樣對這個教會 教會大兄姐妹 遇到的這個相似的問題 當然保羅他用了兩個見證 剛才你也看到了 一個見證是在大馬士革的 第二個見證是講他一個親生的經歷 這兩個見證是差很遠的 第一 一個是醜事來的 另外一個是超然熟靈的經歷 這個是他故意安排的 好像經文的十一章 31至33字的時候 我們說保羅他在大馬士革的時候 他移到 講起大馬士革這個地方 他其實有兩個很重要的見證可以講的 第一就是他如何遇見耶穌基督 如何顯然 他的生命如何改變 如果你要傳福音的話 我們當然是寫這樣的得救見證 是不是 但是他為什麼這個時候 這麼故意 人家是要聽那個見證 你故意要講一個 你出醜事的一個見證 為什麼你要講這個城市裡面 你被人通緝 你還要半夜 叫人家送你下去呢 偷走呢 因為那個城門 城門已經被人守住了 他就只能夠從那些牆爬出去 因為對於會中來說 寶羅,那些醜事 是不光彩的見證 為什麼你要告訴我們 你應該是講一些很有說服力 讓我們知道 信了耶穌會成功的見證 其實他講這個見證的時候 他是為了自己鋪路 鋪路說 你們開始懷疑我這個仕途的身份 或者你覺得我這個仕途 比起那些假仕途來說 我是有點假的 他們是超級仕途 他們做了很多成就 你聽他們很多見證 他們這些自誇的內容 你都可以相信 那麼寶羅其實是說 好啊 既然你要相信的話 好吧,我就自誇吧 但是我自誇的 他有諷刺 我自誇就自誇我這個 這樣的醜事給你聽 我給你知道 我的仕途的身份 不是因為我有什麼 我有什麼 而是我做 我做什麼來 我做什麼來 表示我的身份 所以我們成為基督徒 不是我們有什麼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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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們也是有 叫做什麼 足夠的因點 但是你有沒有去做 你有沒有走出來呢 在門訓的第一年 第一堂課 什麼叫做門徒 門徒不是說 你是門徒 所以你去做 是因為你有這個身份 是上帝給你的 所以你能夠活出這樣的一個回應 你應該是 你是什麼 所以你做什麼 不是你做什麼 成為你是什麼 不知道你明白嗎? 是你的身份在先 所以你去做什麼 所以假仕途很容易分出來的 他們說得到做不到 然後接下來 我看到的保羅的教導 他說的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特別的一個經歷 超然的經歷 在十二章一節的時候 保羅表示 我現在不得不誇口 雖然我知道是沒有什麼益處的 但是如果我不誇口的話 這個損失去更大 因為這個誇口 是你們的意味 迫到我這樣做的 是為了你們的好處 他講述了另外一個 他們喜歡聽的一個 超然的事件 說他十四年前 如何被提到三層天 他當然是用這個大三人親 來講這件事的 說他如何提到大深層天的一種非凡經歷 看到一個很漂亮的花園 那時候信套就 哇 保羅為何你收藏了十四年 你早早應該拿出來講 這些這麼好的事 實際上這個正是保羅不想講的原因 所以他藏了十四年 不願意見證 不願意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因為我們看到的就是 第六節那邊保羅說什麼呢? 我絕口不談 恐怕有人將我看得太高 我絕口不談 免得人家看到我 是想到那個經歷 而不是看到我身上所說的、所聽的 現在所說、所聽的 他想到我之前的那些經歷 寶羅不願意那些不成熟的基督徒 因為他的熟靈的經歷 而將他偶像化 這就是他的問題 他曾經在其中一個地方傳福音的時候 在路士德的一個地方傳福音 他看到一個站在他腿的人說 起床 起床 行來行走 起床行走 那時候的眾人看到這個奇蹟 就大渴 哇! 有神接著肉身降臨在我們中間 這樣就跪拜保羅 這個正是保羅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他不希望他們把這件事 看成他成為保羅的資格 這個不是我成為保羅的資格 不是因為我有一種特別的經歷 而是你要看我如何建立你們 你要看我傳耶穌的福音 因為我是耶穌的使徒 因此保羅很快又說回 這個事件說完之後 他沒有集中在說 哇!我心疼 為什麼看到有什麼花、有什麼草、有什麼音樂 他沒有這麼說 他很快就轉台 轉那個角度了 保羅很快又說回自己的弱點 他說好吧!我都是要誇回自己的軟弱 在第七節我們看到的 他跟我們說他十四年以來不想提的一件事 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免得自己獻入試探 因為這件事太特殊了 太特別了 上帝為了避免他嬌無 所以就在他的肉身上留了一斤刺 這麼大的樣子 一斤刺而已?不是的 這斤刺對保羅來說很不得了 這斤刺實在讓保羅感覺到很難很難受 很難受到怎樣呢? 他曾經 現在沒有了 他曾經三次祈求上帝將他拿去 這件事 什麼時候都好,刺一刺下去 刺一刺下去,好像一個提醒的作用 哎呀,為什麼要這樣? 上帝求你將他拿去,很難受 很難受 但是上帝的回應是什麼? 他的回應是什麼? No 哇,這個是耶穌基督的使徒 他用耶穌基督說 你奉我的命向天父求咪 我就會應完給你的 但是現在為什麼是No? 我記得我看過一個Post 一個這樣的Post說 上帝當他說No的時候 其實是Yes另外一方面 他已經為我們準備了另外一方面 超過你的想像 究竟上帝Yes了保羅什麼事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曾經有這樣的經歷 上帝不答應你這個肯竭的祈求 上帝給我藍色給我藍色 為什麼? 青色出來的,綠色出來的 經文求我 經文求我 經文求我來說 這個是因為 這個刺那麼難受 是因為撒旦的猜疫 或者魔鬼 猜疫的攻擊 使保羅感覺到很氣雷的一種信息 他就碎了這一根刺 傳搭了出來 在他的生命中 所以保羅感覺非常痛苦 但是上帝的No 這根刺還在那時 魔鬼就會接著這根刺 繼續來攻擊我 上帝為什麼是No? 但是上帝的No 背後隱藏了一個美好的意思 未好的一個意義 深意 剛才我所說的 因為上帝同時都被保羅 有一個變得堅強的信息 這根刺 魔鬼是來攻擊你 來攻擊你 沒有問題 但是我留下這個刺 不只是比起來攻擊你 也是我有足夠的恩典 所以這根刺 其實就是讓你去解讀 或者去讀出來 上帝給你的恩典的信息 在第九節那邊 上帝說 我的恩典救你用 不是因為我聽不聽你討告的一個提議 而是我比你超過你所想像的 就是我的恩典 是大過魔鬼的攻擊 我的恩典 在這個軟弱上 能夠顯現出 剛強 顯現出上帝的完美 這幾節的經文跟我們說 無論你生命中你的刺是什麼 都有來自上帝的信息 你不是聽負面 魔鬼給你這個虛擂的消息 所以我們究竟是變得欺慮或者是剛強 是取決於你聽從上帝的信息 或者是聽從世界的聲音 或者聽從魔鬼的聲音 明年我是中文部的中文堂的 粵語堂就是普通話堂 是一個叫做 不是宣教練 是叫做報道年 報道年 我們要傳福音 是嗎 好 傳福音裡面 有一個就是講見證 那我們要怎樣講見證呢 哇 我當然要選了 那些成功的見證 我求了上帝 終於上帝賜給我 這種見證我寫下來 是不是這樣呢 我求了幾十年 他都不認運 那我就不寫了 免得人家覺得 我上帝很差 我做一個比喻 你生命的見證 你生命的見證要怎樣去寫 流星機 是不是叫流星機啊 你們 或者叫什麼 轉盤 唱盤 我希望可以馬上改過 唱盤這一下 就比喻它 好像我們的生命那樣 如果你了解唱盤的運作原理 你就大概明白我要帶出你的意思了 當我們把這個唱片放在唱盤上 那一會兒 然後再輕輕地怎樣 把那支針很小的 好像頭髮那麼小的 輕輕地放在那個 正在轉的唱片上面 它就 有很漂亮的音樂出來了 這個背後的物理原理是什麼 就好像你開車去這個高速的公路 你的輪胎接觸不同的地面 會產生不同的聲音 是嗎 是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或者怕我睡著了 它會做不同的聲音 總之 這個就是磨擦不同的表面 而產生的震動 而發出來的聲音一樣 這個唱盤 在這個浩子kers 在這個唱片的表面上 不同的 festivi 在這個奴 perdu的 這個聲音的這 mettd 擦上面 暈走的時候 他會收集這些 這樣的陣動 讓它在這種聲音上 隨著悉叭 你就会听到过一个讯息 我记得我人生里面 第一部的 就是唯一一部的 第一部的唱片 唱片是Marantz 日本的牌子 我很喜欢它 每隔一段时间 我都落到地下室 坐在那边听音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两个女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去玩我 真的把针弄不见了 你知道针是很小的 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我没找到之前 我已经知道找不回了 所以现在这部唱片 还放在家里那边 不可以发出任何的声音 整个机器这么大的 就是因为失去了一个最小的机件 它就失去了它的作用 上帝在你身上 留了一支很小的针 它特意留下 我们要如何去 将这支针 很好的用 同时 上帝也给了我们一个专辑 这个专辑是叫什么名 这个我们叫唱片 这个名叫做因点救利用 当然上帝是允许魔鬼的作为 静静地在你这个专辑之中 都放了一片很刺仰的 一个专辑 当你每一次不小心播放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怨弱 上帝给你的放在那边 因为祂要使你的软弱 变成刚强 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 祂十字架上得胜了这个世界 得胜了死亡 得胜了罪恶 得胜了我们一切的软弱 已经给了你的了 每个人都有一个 因点救利用 为什么你不用呢 所以保罗在最后的一刻 祂齐醒我们 祂最喜欢的就是 说祂自己的软弱 目的不是说被人笑 挺好笑的 保罗 挺差的 在爬牆走出来 哈哈哈哈 来 喝水 不是让你容易乐用的 祂目的是要表达 祂变样在这样的一个软弱中 变成刚强 是因为耶稣基督能力的 这个腹鼻 腹鼻 鼻难所 腹鼻之下 为了基督的缘故 祂的怨弱 祂的艰难 祂所面对的迫害 困苦都可以成为 喜乐的事 究竟什么事 保罗 为什么你会这样 这个不是我们的生命见证 因为十字架上 就是有这两样东西 但是 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得胜了罪 代替我们的死亡 我们能够生存 我们的怨弱 使我们能够坚强 这个反合性 如果没有在你的生命上产生 那你是否基督徒 是不是成熟的基督徒呢 因为我们的十字架上 是产生最大的反合性 我们怎样可以将一个生命的源头 钉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这样发生了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了反合性 你的成功 要如何重新的来写一篇 这样的见证呢 是的 我们的生命真的需要这个细细之针 上帝留给我们来播放这个上帝 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胜利 明年我希望我们可以出一个建证集 我们印出来 建证集 我希望每一位在座的 你们都写见证 短的没问题 长的OK 总之你知道变成写 我希望慢慢我们可以学习 我连个封面 我都大概想过了 封面我要放一把唱片 唱机 唱盘 这样的标题就叫做 因点够用 因点够用 你将这样的一个见证集 我们圣多马堂中文部的 语义 华语 哇 这么多生命见证 哇 这么多挑战 为什么它这么喜乐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不是你去选 但谁觉得别人听了喜欢的 那你就变成假使徒庸的那些手法 就是讲他们喜欢成功的故事 说我有这个经历 我有那个经历 我有这个经历 你看我和保罗不同的 你看他被人追杀 坐船 船沉 行路 被人打劫 哇 这是什么使徒 不是 我们写的见证集 就是要写 苦难 怨弱 光强 胜泥 阴点 救用 同时我们去计划的明年的 几个福音茶会当中 和这个中秋报道会中 都会间接一些这样的见证 和诗歌配合 来在现场 告诉大家 希望这样的见证 能够使我们在聚会中的每一个人 帮助他们认识我们 耶稣基督 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作为 我们要怎么准备呢 当然了 刚才我已经说了 首先就是 你吐槽的时候 不一定是 No 就是 上帝不听 而是他的No 已经为你准备了 他Yes的心意 是什么呢 那你要常常吐槽 去尋求上帝的心意 不是说 爹地 爹地 给我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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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不给 你就不给了 等到你16岁的时候 他自愿给你了 因为你不需要 你想要的东西 你不需要 但是当有一天 你需要的时候 就会为你准备 现在你这个自祷的情况 你所祈求的 上帝不给你 是因为你不需要 不过是你想要的 但是他赐给你的 另外一个 是你需要的 第二 我们要接着 读上帝的话语 来坚强我们 对上帝的信心 我们自己很容易 牵入一个困局 当我们疑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想读经 上帝的话 跟我们现在现实的 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的 没关系的 我读来读去 都觉得好像没什么关系的 为什么我还要读呢? 他好像在那边 找答案取经 说有没有我要的黄色 要我红色 不是的 他读错经了 他的心态错了 我们的信心 因此就开始 亮红灯 甚至我们要威胁上帝说 除非 你解决我 现在的局面 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 我不信你了 这个又是我们人 致命的一个船窝 你走不出来的 但圣经怎么跟我们说呢? 信心 对上帝的信心 是接着你 认识我们的上帝 认识我们的上帝 是接着什么呢? 他自我介绍 不是你认为 他是怎么样 他自我介绍在哪? 好像保罗那样 他自我介绍 不是假使徒介绍 他的自我介绍 就是在圣经那边 成本圣经就是 上帝向你自我介绍 他是谁 不是你觉得他是谁 他自我介绍 就好像在抗野 抗野面对这个饥饿的时候 我对上帝说 除非你把这个石头 变成面包 否则的话 我就不信你 那兄姐妹 我们需要马上 把一个恩典救荣的唱片放下去 然后对那个恶者说 人活着 不单止是靠食物 哪是靠上帝口中 所出的一切话 我们需要上帝的怀疑 在我们的冤若 在我们的黑暗中 在我们不解的情况中 来显出他的恩典 显出他的大能 第三来到最后一点 我们这个冤若的见证 来讲上帝的大能 我们不需要怕 所谓的怨弱 所谓的丑事 因为上帝已经为你准备了 变成将此事 变成刚强的一个礼物 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荣 在他每日的日子里面 赐给我们的恩典 最后我想接着这个 我们每个星期都读的主土文 作为一个结束 特别来到这两句的时候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你赐给我们 这边跟我讲的是 上帝的恩典救荣 每日都有新的恩典 每日都有新的问题 对 你的赐在这边 你自己要继续听魔鬼的 或者是听上帝的话 另外一句是什么呢? 叫我们没有献入试探 求上帝叫我们没有献入试探 我们做不到的 要上帝保守 救我们脱离恶者 原文是叫恶者 这个就是保罗说的 我们没有骄慕 没有自高 没有自要为自己的信心 很棒 变得你真的献入 下一步就是献入试探 记得彼得很肯定地跟耶稣说 耶稣说我一定不会的 一定会跟你一起上什么山 什么火 陪你 居然我会去为你去死 但真正地移到那个困难的 那一刻 他三次不认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太过自信 我们求神 这个不叫我意见试探 这边其实是叫我们认识自己是一个怨弱者 认识自己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 好了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主统文 来到刚才那两句那一刻 我就放慢一点 大声一点 让我们重新认识它更深一层的意思 好 我们一起同读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专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而同行在天上 我们入用的饮食 今天刺激我们 免我们的债 而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意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 应免要兜时离敌 直到永远阿门 我们一同起立 同读试图信经 承认我们共同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是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的能力承认 由同精女玛利亚所生 他在本地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埋葬 降至阴间 第三天复活 升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将要再来审判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移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死人復活 我信永生 阿们 现在我们奉献的时间 我信圣移公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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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岛blem族 il父在十字架上 我信圣移公之教会 我信圣服 我信圣移公之教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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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交了一个声明给我,鼓励大家捐钱到我们的帐户 因为现在觉得对于那些难民,有一部分的难民 他们的需要我们不可以用物质就这样给他们救的 可能要用一些捐款交给他们自己选购他们需要的物品 所以除了这个食物捐赠活动继续举行之外 另外就是关于对难民的照顾 大家如果可以说在网上我们有个户口的,是专业交给Hope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那里,无论你用什么户口也好 如果你在个户口里加了一句注释是叫refugees 就是说难民的话 那师傅就懂得把他撥交给捐助难民的户口 另外有一张画面隐蔽了 本来是上个礼拜过去的活石团契聚会 上个礼拜就没有举行到 那现在未来的这个礼拜三 未来的这个礼拜三 就十点半钟在Mill的礼拜堂我们实体聚会 活石团契,鼓励大家有兴趣的,回来参加吧 我们有延经的机会,有讨论的机会,有祈祷的机会 另外关于牧养以及关怀 大家觉得有需要为大家讨告的话 可以找我们牧师或者找Tracy 这里四个户口大家记住了 就最好因为我们的周刊都有了 大家在那里选择你需要撥钱的 尤其是现在我们刚刚财政年度的开始 不希望今年我们会欠缺太多 所以希望大家按月都就着我们的需要 然后就是祝福的时间,请牧师 上帝的话语就是给我们听完后 放在心里面 将这个福气带入你的生活 继续每一日的生活 我们一起起立 接着这个祝福 我们开始新的一日 我们一起同道 原子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接着我们俗意里面正常同在 阿满 阿满 阿满,阿满,阿满 有一樣東西補充書報的 外面有兩張卡 一張就是我們準備祝賀穆斯案立的 下個星期就會連一份紀念品一起交的 另外一張卡就是我們多謝Rick穆斯這一年的幫助 可能這次是他最後在這裡的工作 我們過後當然會常常見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找他喝茶 我相信他很高興 不過外面有一張卡 請大家寫一句鼓勵多謝的說話或者簽名 多謝Rick穆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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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